它的肉的那個 它不太會自己主動 表達它的想法 但是比較害羞的 然後它旁邊的雞油 我吃兩層 油蔥 吃飯它 像他朋友 你去啦 你去啦 你好會形容 好像炭鉤 它有兩個吃法 一個只要起來吃 像奶蓋一樣 那另外一個吃法 就把它拌成再吃 它要拌喔 直接吃 直接夾也可以 它不像奶油 它像奶泡耶 真的 像奶泡 一挖咖哩味好濃 那我先直接吃喔 好… 奶油 打 打喔 我看那個咖哩更厚 更厚啊 更creamy 奶感變多啦 就是變得聞口 那種咖哩的那種 四肢的那種感覺不見了 但它其實咖哩 我現在聞起來 香料味是滿濃的喔 咖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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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咖哩其實真的是百搭 我們是不是就是應該先吃 粉錢 對 對 妳來吃 粉錢 不要被 應該是那個像大腸的那樣 被它帶走 影響 不是香腸的那個 對 有肉的部分特別有角性 對 然後它大概像那個地瓜粉 那邊像麻糬一樣 麻糬 麻糬喔 那個肉真的很有彈性 肉汁的香味很足 這個是什麼 早餐嗎 不是 因為我們新竹地區很多的 麵店什麼的都會有 都有這個 粉錢 如果阿伯那種早餐一大早 其實就在吃乾麵配這個 接著就來啦 蓋飯好不好 蓋飯 加這個中菜 什麼 超爽的 給超多耶 中文像那個燒肉店有沒有 越咬越 那種肉會噴出來 到底是誰說 新竹是沙漠 到底是誰講的這句話 我真的要生氣耶 來…這個飯 兩層肉飯 兩層肉飯 它也很磨性 它們兩個的磨性不一樣 它那個就比較偏白肉 可是因為它的那個鹽蔥 很加分 就是它的肉 兩層肉 非常的新鮮 很嫩 很嫩 它的肉的那個 它不太會自己主動 表達它的想法 你跟它 你跟它 認真加一點 肉感更明顯 它是比較害羞的 然後它旁邊的雞油 我是兩層 油蔥 吃翻它 像他朋友 你去啦 你去啦 告白啦 你好會喜歡 水潤餅 傳說中的水潤餅 我也聞會是像潤餅那樣一圈 你知道嗎 他們說平常就是正常吃對不對 零嘴 像零嘴這樣子 它配飯吃 然後我們是有入菜 所以你可以夾著水 或是沾著水 它有帶那個水分 我以為是乾乾的 像麵包耶 不是乾乾的 它的肉桂味很明顯 你配著鴨肉吃吃看 不然你跟這毛起來夾了一個 很厚的 它的鴨架超的那個香味 它帶有點像鴨皮 爆香的 最重要的 就是夾進去之後 它不是微微的嗎 所以它們兩個會中和 就是到後面的時候 就開始 就是變成水潤餅的那個味道 蛤 它好像一個日本來的 觀光客 我以為是 你看它那個吸又這樣 又這樣 嗚嗚嗚嗚嗚 調味好像真的比較不是 印象中筋醬肉 真的像炒鴨醬 醬油的豆香很明顯 所以它那個醬 好像瞬間被水潤餅吸進去 那水潤餅帶了一點甜味 這個超好吃的 所以它太出現在這裡 很不合理耶 因為這很難做耶 好好吃